你看 我说顾量车板你偏不顾 你看我说顾量车板你偏不顾 现在把我脚给扭了吧 真是的 就为省那点钱 轻点揉吧疼着呢 队长你看 停 走 过去看看 什么情况 老乡 老总 我老婆把脚给扭了 能不能帮个忙啊 队长 要不在身啊 兄弟 你再等等 我们军务在身 抱歉 老总 求求你了 老总 求求你了 我正怀着娃呢 我现在脚弯了 帮帮我们吧 老总 走不动了 这半晌了连个车都没有 我老婆叫声了 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 求求你 帮帮我们吧 队长 别管了 帮帮我们吧 老总 我跟你跪下了 使不得使不得 老总 老总 求求你帮个忙 我这身上什么都没有 队长 别用要紧 见死不救 还是八路军呢 八老乡 扶上车 快 嫂子 嫂子 来 老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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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这小小的进西南 光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 就有金元券 银元 法币 抗战券 边区券和铁路券等等 万一大量的边币流入 就会让别的货币贬值 早上那帮商人 就怕这样会影响他们的地位 这帮威力士徒的奸商 他们跟咱们做生意 也跟八路做买卖 甚至还跟小鬼子打交道 只要有钱赚 他们就像一群文道士的苍蝇一样 一窝蜂拥上去 完全不讲什么仁义廉耻 少爷 你为什么还要帮他们呢 我也只是在做一个顺水人情 你以为我不知道 上回那帮人在想什么 我也在利用他们 来帮我堵住八路军出口的通道 不过就算没有他们 那上两千亿的边币 我也是要打掉的 为什么 一旦大量的边币流入 就会引起通货膨胀 到时候大量的物资 就会流到陕北 等共军的根据地 那么我们战区的经济秩序 就会一片大乱 到时候一万块钱 买不了一个烧饼 美国在二九年的时候 就是被经济危机高跨了一次 没想到那帮土八路 也并不是那么土啊 居然玩起了经济战来了 少爷 你真是继承了老爷的聪明才智 如果咱们的家业还在 你一定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手 光宗耀族啊 你看你又提起这些事情干嘛呢 本少爷现在吐口台 都带着孙兵诸葛亮的味儿了 一样光宗耀族 以后别叫我少爷了 叫我长官 是 少爷 好 长官 旅长 所有侧营部队 都已经接到了相应的运输分队 只有马仲俊还没有消息 其他分队安全到达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关键是刘队长 马仲俊没有消息 说明刘队长他们还没有通过 报告 起来 旅长 什么任务 老陈哪 本想让你们把刘队长他们送来的东西 押送到钞票厂去 可是现在刘队长他们还没有到 报告 刘队长半路改道了 没按原定路线走 什么 快 跟上 跟近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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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 停 站住 例行检查 车里什么东西 我们军区刚下发的物资 物资 你们俩干什么呢 下车 这是什么 烟土 八路军居然敢违背禁令运送烟土 你说 这是什么字星 来人呢 把这几只违禁品全部够抠下 你啊 不行 你没权力抠押我的军区 你还敢暴力康法 我打 你打 从来都是帮路打别人埋伏 这次让咱们打了埋伏 摇摇碎了还要往肚里按 龙鹰掌不愧是战术专家呀 这招钓鱼战法真高明 来 兄弟们 看看这神神秘秘的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这么多 排长 这边也有 这得有多少钱呀 兄弟们 咱这回立功了 立刻发报 统治龙鹰掌 少爷 少爷 如您所料 两千亿鞭币 全部接获 做得好 按照你的意思 我去原地销毁 等等 让他们住手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遇什么 把所有鞭币一分不少的给我拿回来 我要把这两千亿 原原本本地送回共产党老家去 掠他们资源 搞他们通胀 搅乱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秩序 好 少爷 搞啊 肯定是国民党做了手脚 干脆挑明了吧 我带兵去打 不行 现在军条时期 我们不能冲动 报告 刘队长依然没有消息 但是马中军已经带领部队离开侧营点 不知去向 看来刘队长他们那边出了问题 如果是国民党所为 那么他们的押韵路线会在哪里呢 应该在这 京西沟庄 柳树湾过千阳镇 马上派人沿途侦察 随时汇报情况 好 来 来 看啊 团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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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给你便宜点啊 团顿啊 团顿包子 来喽 来喽 老板 来 坐下坐坐坐 这可都是菇碗啊 您久等了啊 团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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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热闹的 休息一会儿 你们来 看着 恭喜发财啊 恭喜发财啊 麻衣神像 算得准不准啊 老总 准着呢 您坐 给您算算 算算 求点什么 这个算算常年在外的话 算算父母吧 早就知道您要来 瞧 都给您准备好了 父母双双不能克商也克 怎么讲 说您父母双双都在 这不能克商一位呢 就是说一个都不能有伤害 当然病也不行 说您父母双全 放狗屁 我爹早死了 死了 死了也对啊 您瞧 这签上写得好啊 父母双双不能 就是父母不能同在 但少一个 克商一个 就是死一个 也准哪 你是骗子吧 不是不是 老总你别急啊 您瞧 这还有这么多签呢 您看哪个适合您 您挑一句 挑一句我给您解释解释 别跑 别跑 把钱放去 快点 快点 把钱收了 把钱 把钱收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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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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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走啊 快走啊 快快 别追了 都没用了 怎么办呢 连车代码 都弄走 喂 什么 什么 怎么了 他们在千阳镇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伏击 赶紧派人支援 不过兵壁已经就地烧毁 也算是没留后患 兵壁烧了 车也得给我拉回来 是 到底是什么人做的 居然在闹市打我埋伏 他不是碰巧 就是一流的高手 慢点 慢点 这么老啊 不容军啊 不容军 旅长 回来了 回来了 这戏演得不错啊 戏还行 就这胡子啊 这样就忒难受了 摩板呢 什么摩板 这次任务是 明运鞭壁暗渡摩板吗 没有啊 我可没 我得到的任务是 是让我去把咱鞭壁弄回来 我这不 烧的和没烧的 我连车都给你拉回来了 我可从来没收到什么摩板任务啊 陈团长 摩板的事你没跟马仲俊说啊 不是 我 我派通讯员去了 肯定是他们改路线了 我们是随机应变 改变作战路线 他那通讯员没找着 那是他的失误 怎么搞的这是啊 那现在要不咱回去呢 你看 行行行 我去我去我去 回来再跟你说啊 行行行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啊 等他那通讯员什么都晚了 看看 摩板 两块啊 你呀 旅长 得让他请喝酒 你的通讯员也忒不靠谱啊 给你 我们的人啊 那叫胆大 心细 是不是大 是 请喝酒没问题啊 你喝半斤 我喝八两 我让着你 你花钱啊 旅长 别把这小子宠坏了 走了 走吧 走吧 你小子 鬼点子真多 没事 我回去了啊 来 给我进屋 我有话跟你说 好 大眼 你先回来来来 知道了 好 走走走 中军呢 来来来来 旅长 你这屋里啊 不对啊 有味 有味 对 火药味啊 不是 肉味 肉味 对 有肉 你小子 真是个狗鼻子 上辈子 肯定是个军犬 要真有上辈子 我也不当军犬 我当狼 你看 这什么日子 还烧鸡 还真有啊 你呀 护摩板有功 我特意奖你的 给我的 这可是毛主席给我的 我没舍得吃 我就给你留着的 毛主席给你的 你不舍得吃 你留 留给我 你肯定有事 你要不要啊 你真给我了 你给我我可吃了啊 你要不要 要 马中军听令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马中军 刘队长牺牲了 现在我任命你为 尖刀队的队长 把指导员也接上 记得咱们在 南尼湾开荒的事吗 打狼 那是你唯一一次 把收拾动物 当作军事行动的 剪刀队是旅属骑兵部队 各个小队长 都是身手不凡 你去给他们补点狼性 当好投狼 就看你的了 那么多任务 在 你知己 你要不要啊 你要不要我就 保证完成任务 来来来 快点切好了 快拿点材货来 走啊 踩散 这应该是 第六个队照里吧 没 你看你 每天就知道吃 吃 吃的数都不会熟了 加上刘队长几个了 七个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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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刘队长啊 也算是在任时间最畅的 也就八个月 俺就奇了怪了 这寿长是咋想的 老从上头派队长 又都不令 从咱们当中悬不就完了吗 能啊你 那看是你想当队长了吧 胡说八道 俺的意思是说呀 要派就派个能活得畅的 你看 这次运输任务失败 为谋 还不是因为头儿不重 也对 不过 俺跟你说啊 俺听上次的人说啊 这次给咱派回来的人啊 是个刚回来的熟绳 莫昂 熟绳 熟绳 没 这自古以来就有落话说啊 这百无益用是熟绳啊 派个熟绳来 反个屁都不强 只会咱们打掌 到时候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现在不是营解和平了吗 棵子都揍了 没有打掌 也得 那也不重 咱们都是搁那搁的刃脚 起码他比咱们强吧 等他来了 俺就给他个下把尾 让他自己滚蛋 什么事呢 行了行了行了 坐下 要不 我陪你来两码 你谁啊 马仲俊 新来的队长 新来的队长 来 我给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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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我给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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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我来 不接我来 你来 那你来 我给你来 自绳 是怎么做的 你来 一定是怎么做的 有必要 kommet 我一下 我都牵着你 就是要来 我给你来 我给你来 刚来啊 希望可以跟大家融洽相处 我去收拾收拾 燕管 你去 有什么呀 去不去 那去 新队长 新队长 别别别 别叫新队长 我姓马 我叫马中俊 以后就叫马队长 马队长 我代表绿植树大堆 检岛大堆的全体队员 对你的到来庙斯欢迎 谢谢大家 但是我告诉你啊 我们大堆建员 最快的椅子都是队长 三年来你死的八个 前面的七个最长的八个月 最短的一个月都习上了 所以那那祝你身体健康啊 好 你 照你们这么说啊 在你们这儿呆着挺不容易啊 那我要是活够了九个月 就算胜利了 好 谢谢大家 那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啊 那这么说呢 他都磨蹦啊 上次刘队长来 半个人闹得都快瞧包裂 看上去文文当当的 像个有文化的人 文化管个屁啊 啥跟你们说 只要咱们宁城一股事 他就得滚蛋 新来的队长 不列队欢迎也就算了 还那么嚣张 你得好好想个办法 支持他们 要都是擅长 还怎么打仗 挺好 郡哥 他们这么对你啊 没事 这都很正常 谁让咱新来的呢 我也有招 去告诉他们 半个小时 操整集合 好 连水都不给我淌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其他人呢 报告队长 杨大胆头疼来不了 孝善辈肚子疼来不了 黄拜虽 他哪儿疼啊 队长 你认为他哪儿疼啊 他腿疼啊 对对对 他腿疼来不了 队长 你真聪明 好 那既然同志们身体不适 我可以充分理解 我今天第一天到队里 我发现了几个问题 所以 有两个决议 我下面宣布一下 我们部队里的尖刀队太多 分不清 容易混淆 所以从今天起 我决定 我们的尖刀队改名 以后 代号狼队 听清楚了吗 我这个人呢 很民主 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有不同意见的 可以居住表决 当然了 没来的 就当齐全了 再产子 谁反对啊 那 你 好 你说好是吧 你同意了 剩下的人 还有反对都没有 全票通过 我宣布第二个决议 每个队伍 抽出七个人 重新组成一个分队 就由王大眼同志领导 取代以前的第一分队 我这个人呢 很民主 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没来的就弃权了 谁同意谁反对啊 我 俺反对 同同 我也反对 你们不是头疼 肚子疼 腿疼吗 这么快就好了 什么狗屁决议 俺不同意 是啊 你们是谁啊 就不同意 中风手小山梅 二分队对账 神强手黄白岁 三分队对账 这是样管 智弹教练院 安全阳大胆 胆比甜大 鸡枪手 一分队对账 好 我叫马中俊 各分队的队长 你们几个人的名字 我都听过 全区比武大赛 好像都拿过单向第一 你知道就好 我告诉你 你个年数的 不适合令到安门 该好好的到籍贯 到学校去工作 赶紧做人 是啊 你怎么回事啊 一来什么事不干 先把俺们名号改了 叫什么狼队 你真不适合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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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名号 是因为我今天第一天到这儿 发现了很多问题 狼有什么不好 有智慧 有勇气 有团队意识 我今天第一天到这儿 我只看出了你们的勇气 就你们冲我的态度 我看不出了任何智慧 看不出了任何团队意识 所以我决定 必须改名 捂点狼性 好啊 那俺就给你赖点狼性 你腰力强不弄啊 你一个年数的 拿着也浪费 给俺 行 你要有本事 你得自己拿过去 那咱就试试 来 样板 请上 好 好 请这儿了 请这儿了 快快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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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啥子 咱们说好了 好 俺拿到你的抢 好 好 抢贵俺 好 你去跟领导说 领导不了俺们捡刀队 申请调揍 但有意啊 不许跟俺们黑撞 在啊 好 那要是 你输了呢 随你说 你要是输了 就乖乖的听话 别再给我找不通过 走 熟了就听你的 行 来吧 你行不行啊 放心 他这样的 难就大乌个 别玩 你去 饿呀 孩子饿呀 快去 你来啊 他来啊 啥急 用扭刀吗 啊 开始用脑子了 来 队长 得追了啊 好 好 好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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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走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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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点 你来啊 来啊 来啊 你摩拾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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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混蛋 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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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队长 成长成长 来会让兄弟们 给你开个还送会 你跟领导说 这队伍你待不了 别搞俺们黑壮啊 我也没说 你瞧 你的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饿点 老人拿了哪吓 真没看见 你一把 我两把 你说咱俩谁输谁赢 厉害 本来说的是巧枪 现在 绕到了输赢 人家玩的是脑子 咱们输了 这奶奶的 俺就说就听他的 他就玩了命的这么 挣咱们 俺就不信了 还支不住他 烟馆 小山妹 想办法 挣他呗 你还问我发过啊 你呀 跟本子不思讨计对手 我觉得我们这队长吧 其实他挺好的 教狼队不也挺好的吗 对 还有饿 你看 现在啊 三比一 说嘛 战区 这队长 组织两军各出一支队伍 进行训导交流活动 让我担任教官 两军 哪两军呢 还有哪两军 这不就咱跟光明党吗 怎么样 楼梨 在这边好 好 好 来我说 相思 我这都做吧 对 对 怎么样啊 哎呦 天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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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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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北 果胜 哎呀 怎么会在这里破打你啊 是啊 可不是啊 你回过老家了吗 哪有时间啊 你呢 我一句话了吗 那也没回过 哎 走 便宜哈 走 走走走走 走 你别捣乱 首长们可是抱着友好的态度的啊 不然不用我来 随便派陈团长谁来喊几嗓子就得了 尤其是你 别给我惹事 这次勋导营 哎呦咋了 是咱们长官主办的 咱们这里拿出 大大大大大有东撒起啊 哎呦 我找他个熟人 你看 你们给我听着 你们现在不光代表的是独立营 还代表了整个战区 整个党国的形象 谁敢给我丢人 我决定饶不了他听到了吗 是 龙小云 真是你 马中军 挺小的 这也太巧了 你是友军的代表 啊 兄弟太巧了 大眼儿 你还跟着马中军困呢 什么叫混呢 我们这叫并肩作战 咱们现在啊 叫并肩作战 是 好 好 各位 这个迅导营我很开心 因为友军的代表 是我的同乡好友马中军 那么第一堂课我想请他 先给各位想一想 有请 好 好 好 谢谢龙令长台 龙令长是东道主 所以这话呀 还是请龙应长先讲 固长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都知道贵军的作战方式 一直都是碧其锋芒 游击各部 当然有人会说 这里面包含丰富的智慧 战法还有技巧 但是我个人并不喜欢这种战法 我觉得这样是投机取巧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不舒服 敌人哪里气眼最嚣张 风头最盛 我就专打哪里 当然 所谓的硬打并不是蛮打 空口白牙说大话没用 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 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战力 我认为可以当个典型来说 总共是分三部分追击 首先第一 是逼 先把对方预先设计好的路线 给破坏掉 再用种种手段 把它逼到 我给他设计的路线里 第二步 是拨 拨洋葱一样 把对手的防备力量 一层层地剥掉 最后就剩下心了 第三步 是最后一步 才是打 当敌人走到你的伏击圈 以及是人困马乏 缺乏战斗力 那个时候再打 就可以一击制敌 原来那天是他 所以说打仗 并不是呈匹夫之勇 讲究的是战术 更是艺术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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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 华队长有什么意见啊 尽管说啊 我讲两句 行 这仗呢 看着好像打胜了 但是我认为还没打完 作战讲究一来一去的 能打当然很重要 但安全撤离更加重要 现在孤军深入 如何安全撤退呢 你们势必会从你们认为 最安全的地方撤退 那么我觉得对方 很有可能就会在你 认为安全的地方 安插一支兼兵 无非吹灰之力 人家就可以以一代劳了 难道是他 好 好 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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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展展好 好 别吹了 好 好 好 二爽 这右肩日不砸地 这饭还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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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念 你翻两笑 你给我肥一点呗 行 给你也行 你给大家来一段怎么样 来一段 好 那今天给咱唱个擅心快速 好不好 行 好 你可不须耍赖啊 队长 你做肉 好 我做肉 你要是唱好了 看见了吧 我这份也是你的 好 你的 护肠 掌起来 好 说个操 刀个操 刀操对立省个操 堆门用个力搭扫 刨刀长上包刀操 个操以堪丝补号 词本可别了 别到阿打气 别到媳妇儿屋 顶媳妇儿 尿媳妇儿 尿的媳妇儿挨不气 媳妇儿忙拿个镇儿扎个操 拿个仙线船个操 拿个钉子儿钉个操 个操一看词补号 词本可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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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你 好了好了好了 继继啊 龙长官 请我军的战士们看看 看电影 你们想不想去啊 想 谢谢陆正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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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客气 那这样吧 让他们去看电影 咱们两个喝点小酒聊聊天怎么样 好啊 好 行 行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军为营地集合吧 走 回见 看电影好啊 不看过电影是吧 看过电影吗 没啊 想看吗 想 想 想看 想看 那听说电影特别好发 听说那个大活人 在那个北部上 走来走去的 像整一样 这个同胞 我跟你们说啊 那可归看 今天晚上大胆带队 都给我守点记忆 在国民党面前张张脸 让他们看看 咱还是当连那个八路军 好不好 好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这正好 是啊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一 你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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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定 走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三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突破 一 二 一 一 二 全力都有 放动 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唱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这片黄色土地 绝望等待奇迹 细悲儿女好情 你已经自强不息 告别亲爱的姑娘 穿上了我的军衣 情报中我的点亮 而性格标准军迷 为了心爱的家乡 血色染红了军衣 流进最后一滴血 已来了最终生命 为了心爱的家乡 血色染红了军衣 流进最后一滴血 已来了最终生命 啊 我亲爱的战友 请把我记在心里 啊 我亲爱的姑娘 也请把我记在心里 也请把我记在心里 啊 我亲爱的姑娘 啊 我亲爱的姑娘